好的 有同学说上一个教学视频看不明白 今天就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制作教程 只见这位大师拿一张报纸 把它撕碎之后 等下将会把它瞬间复原 咱们先看完这个演示视频 好 首先准备一个这种铁线圈 把它包在报纸里面 用胶水沾一下 包起来伪装一下 接着呢 再准备两份报纸 把报纸像我这样子 对折 再把它折成四份 把这一份折起来 这一份往右边折 再翻转过来 右边这一份往左边折 再向右边折回来 左边这一份再往右边折过来 这个时候把上面这一段折一个角 这两张折一个角 方便拿去 咱们可以直接拿到 一打开就是一整张报纸 好 在准备好之后呢 把这一份对折 再折回去 底下这一块往里面折回去 做两份套一样的 然后 同方向 转过来 手尾相凉 把这个 放在中间 用胶水沾起来 用铁线把其中一份给它包住 这样就准备好了 道具做好之后呢 咱们只需要拿着这两个角 夹住松开手 报纸打开 接下来呢 这后面 有一个机关 咱们展示一下前面 没有任何问题 机关在后面 然后呢 报纸 撕掉 把后面的铁线 给它掰过来 折到前面去 把这些乱七八糟的 给它包住包起来 再折一块过去 好 完全推 折过去之后呢 拿着后面这两个角 捏住 翻过来打开 可以 机器已经发热了 但是刚才失误了 那个 给胶水粘好 再把它掉了 粘好之后呢 是这样子的 直接粘了一下 整个仔细哦 在背后 这个在背后 这一头是刚才折起来的 翻转打开 哎 报纸就复原了 刚才这一头呢 就被这个铁线包在后面了 怎么可以 打开 这样子 翻过来看一下 好 现在问题是一段 这个机关被散到里面去了 你看懂吧 赶紧做一个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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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